十四年前,大宝小辈是紧急剖腹出来的,原因是胎心下降,以学上称为胎儿窘迫,躺在手术台上,当听见她的哭声时,虽然并不是那么嘹亮且有戏啊,这么涌了上来,一来是出为人母,二来是当时天真的想,孩子会哭,那就说明没什么问题,医生也没有说孩子有什么问题。 在月子里,发现孩子特别容易惊跳,一点点生意都会手脚都举起来,隐隐约约有点不安,内心总是觉得不太对,但说不出什么来,后面证明我的感觉是没错的。 这些所谓的友谨,答听,其实都是脑损伤的其中一种表现,以学上叫做积脚力过高,另外也有积脚力过低的。 直到孩子两个月,和孩子再去儿保科,刚好遇上对这方面有点认识的美儿医生。 他说孩子的性能比较大,我赶紧问性能大,要注意什么呢? 比如呢? 他回答了一句,注意神经系统方面,后面无法淡定,和孩子爸说出我的疑惑。 结果是去直接找一个儿科医生,开达若克拉和脑电图检查,检查的结果是我和孩子爸没爸爸接受的,上写着脑机水。 这一路的过程中,孩子还是已经异性,爱哭闹,常喷射状兔奶,后来在脑科,说这个是因为颅压身高,导致喷射状兔奶,在煎熬中斩转的第二家。 孩子每天掉针的结果就是从头打到脚,这血管打穿了,那个血管打穿了,又换一个位置,针口中的老高,抱着一起哭成一团是常有的事。 记得有一天,扎了十四针都打不进去,一个护士叹了一口气,低声跟我说,哎,你的孩子得了这个病,注定就要受这个苦,过着一个砍。 随着日子,孩子瘦弱得像小猫,仍然是一惊一惊,爱哭闹,经常向后打挺,快六个月了,还抬头不稳,需要横抱。 某天孩子高热还引起了抽搐,这间还记得儿科被医生,拿着孩子的检查单,盯着眼睛沉声,缓缓说道,孩子脑机水,还有点闲,这个病是要花大钱的,关键花了钱未必能好。 看情况,孩子豪软的机会不大,不是我心狠,我是怕你花了大钱孩子也好不了。 你可以放弃,有专家鉴定小组,给你开证明生二胎。 对医生这般话,当时我谁也没告诉,包括孩子吧,插入说明一下脑损伤的一些症状,孩子会一惊跳,一醒一吐,有些会一颅牙升高,导具喷射状吐奶。 四五个月拇指内扣,抬头不稳,不会翻身不会笑,六个月不会伸手招物等。 在那里住院,每一天最少要吊两瓶蒸水,看臭饭写的是老多态,还加了一种叫做什么光亮子的东西。 据说四个小时之后,就会挥到空气中,所以每个妈妈都会看着时间在中午十二点之前让孩子吊板针。 针九四十五分钟,烙循环六十分钟,体疗六十分钟,高痒痒六十分钟。 在那里,每一个房间之间都没有墙壁,都是玻璃,每个容纳四幅小床的房间都有六只日光灯,夜里一个房间开灯,隔壁房间也是灯火通亮的。 一个孩子哭,一个房间或者隔壁几个房间的孩子都会听到哭声,大人和孩子都没法睡,妈妈们都是靠一口先气掉着,被苦涩包围着。 至今,我仍然记得其中一位医生说的,食指连心,心灵手巧,都给孩子抚摸按摩手指脚趾,这对促进大脑的发育,触觉神经有非常大的帮助。 和医生交流多了,渐渐知道西医叫脑损伤脑胎,医生上诊断是精神运动发育之环,宝宝的一平一小,包括精细运动大运动,都会比正常的孩子吃。 中医来说就是五直五软,一般这些宝宝五脏六腑都有受损,正气比较弱。 几早护理得到,大部分是能康复的,最怕就是延误。 护理不当,引起脑损伤的原因是多种的。 在肚子里面缺氧,或者母体很寒,气血不足的,或助生时引起缺氧,或感染了猫狗的宫型虫病毒。 还有一些原因是为解册迷,所有这些情况的孩子都在那里会见到哟。 是的,贝贝曾经患过脑损伤,一提脑损伤这三个字,就感觉和智力却伤关系。 现在贝贝以上初衷,比我高十公分,成绩在重点中选普通班中上。 体育赛800年1500米,是参加校运会的选手,曾获得冠军亚军。 M专家,网上说校运国内外,从广号客建议版,一个星期只出者半天。 整天比别的医生贵很多,经常听见一些妈妈说,今晚我要调闹钟,要早起挂专家,一个星期只有一次机会,无比珍贵。 没想到幸运的机会来了,那天孩子做针灸,刚才头部大腿手部共插好24针,有些针,还跟机器连在一起电疗。 刚爱抚好哭闹的孩子,年轻的主治医生急匆匆过来带洗色的通知,好消息哟,M专家抽查病房,刚好抽查到你孩子的房间,赶紧回去病房等货。 我说这针灸怎么办,才刚刚开始,主治医生和针灸师以及周围的妈妈们都劝我一定要抓住机会。 一番犹豫挣扎后,还是拔掉了刚刚插上不久的针,抱着孩子匆匆跑回病房,去了病房,一边给孩子用消息当事做检查,一边说不错不错。 我大喜,他问,现在是刚四个月吧?不是,有八个月了,你是怎么做妈的?如果是八个月,那这孩子就太差了,太傻了。 说完扬长而去,一直年轻的医生,包括主治医生,赶紧再被后跟随着,我呆了一下,实在不甘,抱起孩子跑步,在走廊里针针针针,M主任,M主任。 那我的孩子应该怎么办?情况真的很糟糕嘛,我应该怎么做?依然是刚才的声调,情况是非常差,你要给他吃鸡饵鸭鱼,营养都跟不上,脑部受损怎么会好? 年轻的主治医生回过来轻声跟我说,主任是说很差,不过我觉得孩子并不是很差,我擦了把泪,说了声,谢谢中医生,又抱着孩子回到针针事。 现在想来最后我的孩子,也就是普通的医生,加上自己的努力,按摩好的,确实医生没有高下,能够信任的,又原本的就是好医生。 脑科的孩子很少见到有孩子笑,特别是小出生,我家的贝贝是六个多月第一次小出生。 某天,我对着他唱了一首歌,他哥哥笑起来,周围的人都笑了,到现在还记得,S妈羡慕的眼神,叹了口气,嘀嘀的说,你孩子会笑了,真好啊。 哎,如果我孩子对我笑一笑,让我从楼上跳下去都愿意,话说得如此极端,让我呆了,原来S的父母是做生意的,钱赚的不少,夫妻二人感情也很好,S是他们的第四个孩子,前面三个孩子都是不健康夭折的。 夫妻二人花了大钱,去一家什么基因研究所,足够全身的检查,才要这个孩子,生下来白白胖胖,头发乌黑,一家人都很高兴,后来才发现孩子,眼珠子黑黑的但不转动,到了五个月也不会翻身抬头,去了一家还算是比较好的看。 更看的是骨科,他们都认为是骨头有问题,所以翻不了身抬不起头,骨科医生就认为是严重的缺干,少他们大量不干,结果饿不了两个月,并没有见有什么起色。 转转来到这里,念依然是去骨科那里排断话号,刚好脑科有一个实习生,经过预看孩子的症状明显就是脑胎儿,提醒建议他们挂脑科才来到这里,像这种明显就是弹幕了。 我看见那里有一段话大致意思就是,早是脑胎儿的春天,只要急早,脑胎儿也是能够完全康复的。 后面我认识一些朋友,他们的孩子因为出生时缺氧严重的,脑部受损严重,都因为急早的用脑和刺激高压氧,孩子后面也挺好的。 在我认识的朋友当中孩子有这个问题的,现在最大那个已经上大学了,之前还很羡慕S妈他们家有经济,可以不用担心费,自从那天,才发现这里每个家,有每个的心酸和无奈,孩子的健康和笑容,有钱也未必买到。 除了积极,我坚持最久的就是自己每天给他按摩捏手指,北北情况越来越好,真就是很高兴的对我说,恭喜你,你的孩子就要拿到毕业证了,离开这里吧,最好以后永远不要来这个地方,最后一个疗程。 他对我的先生说,你的太太是个狼默,那么多妈妈她最积极最会配合医生,付出最多,所以你的孩子比别的都康复得好,可以说是康复得最好的那个,综合了主治医生针灸师的各个医生的建议,我们打些营养脑部的针水回家再当地打,不再住院了。 其实回想起来,那个时候孩子是否需要继续打这些针水,是不一定需要的,也许是我们当时太焦虑,不放心,那时候我们多买的营养针剂,在我们已经难以果腹的情况下,一二折的价格卖给了同病房的孩子。 后来想想,就算我们现在什么都没有,孩子总算不住院了,孩子开始时,我在带着孩子,孩子爸上班,周末日都去那里,晚上睡椅子,孩子得了这个病,做父母的都不可能有号教睡。 对,我俩都开始严重的失眠,就算不失眠,其实我也是没得睡的。 孩子晚上总是一惊一醒,在一起的时候,我们有时争吵,有时互相鼓励,只是随着日子,我感觉到自己暴躁一怒,神经质,心里不禁的发慌。 孩子已经不需要住院,已经是向好的方向发展,为什么我会这样,某天我心里像摔着一块石头,不明白是什么原因,无端端的就向孩子爸爸活,摔门而去,一出家门口,就收到他的信息。 老婆,就算我们现在家里什么都没有,但是也总比一家人住再好,相信我们家会越来越好的。 我的眼泪流了下来,接纳自己的情绪就好,一切都会过去的,人认识到了自己,自然会心里平静点。 包括孩子,因为经过那么漫长的,也有情绪要释放,后面几年经常在夜里一点钟哭醒,甚至有一次白天,他玩着玩具,突然抽抽叶叶的来到我身边,说妈妈,我突然之间好想哭,我蹲下来拥抱着他,说想哭就哭吧,孩子一下傍声大哭,那一刻我也哭了。 这一路的过程,有嫩水也有欢笑,在家里,我经常让孩子拿这个卷池筒做麦克风,教他做小主持人,一家三口轮流上台,就是在客厅中央表演节目。 每次到孩子吧,我和孩子都要笑到滚了,因为他说不会讲故事,不知道表演什么,我提议他学动物教,或者是时钟表演,歪歪扭扭也没关系。 哈哈,那时候是特别欢乐的,这些年我和孩子爸出了工作,业余时间都多拿来学健康学养生方面的知识,一边关注这一块一边瞎猫的调理自己和孩子。 我们是去年怀小宝开始结识杨爸爸的,本来我认为自己很有基础,因为这些年大宝有什么发伤头痛的都是自己在家里弄好。 最后我想说,多学习,增加自己的判断力,学了永远都是自己的,宝爸宝妈一定要团结起来,一起学习,孩子会好得更快。 曾医生评论,无痴无软的情况,多鉴于母体虚寒,引发的肝肾皮不足,同时也可能出现造成水源代谢的问题。 吻碰鸡水, må种的母亲的,其实还可以介入中医的方式,比如推养,爱酒,或者汤药,当然完全使用中医的方式也可以治愈。 中医的思路是调理脾胃,让孩子的胃口和笑话能力得到提升,在这基础上来补足甘ое的功能。 往期精彩内容回顾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